印度教祭司念经文 敲锣 驻印度代表田中光 以及台印经贸协会理事长黄茂雄等人 在祭司的指示下拿着铁锹破土 撒下牛奶和白米 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科技创新国际园区 日前举行动土典礼 这个由市政开发 以及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合作的计划 渴望成为台湾在印度的首座产业聚落 以我过去在苏比克的经验 我觉得一定要有我们的人在这里 做一个派游链的工作 然后把我们的厂商 我们的朋友引进来 省据有很多初级的一个麻烦 黄茂雄进一步指出 印度总理莫迪上任后 推动印度制造等政策 鼓励外资投资 加上班加罗尔堪称是印度的细股 高科技产业发展快速 田中光也强调 过去台商到印度多为单打独斗 这个产业聚落将成为新南向政策中 很重要的一环 那么一旦这个cluster聚落成立以后 我想会吸引很多很多有志于发展 这个产业聚落计划占地仅160英亩 预备投资70亿卢比 相当于新台币30亿亿元 第一期首期开发70英亩 预计今年底动工 明年底完成 厂商可在明年中进驻 明年中进驻